欸 出發囉 台灣各地的飲食風格大不同 早餐來碗鍋燒麵吧 讓中北部人滿頭勿靠的提議 卻是高雄人在尋常不過的生活 究竟鍋燒麵有什麼魔性魅力呢 讓高雄人從早餐到宵夜 都可以來上一碗 甚至連這位台北人 都因為這碗鍋燒麵 就從此定居高雄 我現在是抱著一種忐忑不安的 有一種心情坐在這裡 見網友 見網友 也不是見網友 真的好奇 妳是之前做過美食節目嗎 對 在東升做外景節目 真的喔 我聽說啦 對 是因為妳是一個食物所以 嫁到這邊來 沒錯 因為當時我們就是 外景節目來拍攝我們家的 鍋燒麵 就是這一碗 就是它 這一碗串起了我們北部南部的愛 好吃到底直接流下來了 對 妳家在這邊多久 五年 五年 五年應該也算是高雄 算了 是因為真的這碗麵嗎 就是因為來拍了之後 然後我就非常喜歡我 把我介紹給他的兒子 那妳就這麼隨便 不能這麼說 這個就是你知道嗎 靈魂伴侶就是聊天 一眼瞬間的嗎 也沒有啦 因為當時他在國外 對 所以 所以他當時不在現場 所以他是網友 你真的還就家了 就家了 就聊天了也沒關係 不是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 你已經想到是不是 這是中國靈異故事嗎 這一碗是意麵 然後Albin那一碗是雞絲 它有分喔 有分 我們家有意麵雞絲烏龍豆腐 一般好像比較常聽到 是鍋燒意麵 對 但是我覺得在我 從台北還沒有來高雄之前 我真的沒吃過鍋燒意麵 我也是耶 我以為只有我這麼熟 不許妳這樣講 我們畢也是這樣子 它有一點 甜喔 這個甜喔 當然會有加些糖 是因為我們家的高湯 是熬得很沉的 但是等一下喔 你們這樣吃完了之後 吃的原味對不對 一定要加沙茶 來南部的鍋燒麵沒加沙茶 就不能說來南部吃鍋燒麵 真的喔 真的 我必須說 就是你們家的料廳的版主 對不對 要很多 對啊 但你們現在開了40 快40年了 那當時應該也只是太年了 有這麼大嗎 沒有這麼大 也是一個小店 我想要問一下 為什麼就是鍋燒麵 要叫鍋燒麵 對 對啊 不是都用鍋子煮的嗎 其實一開始 在高雄很難看到早餐店 會有鍋燒麵 真的喔 對 妳不要告訴我 高雄台南有鍋燒麵 你們家是第一家 我只是說 算是前面幾家啦 因為當時 那為什麼 因為我婆婆她是台南人 然後那時候她就來高雄 然後他們就開了 就是我們家前面小店 然後她就是 因為我婆婆他們 台南的飲食習慣 早上吃粥嘛 不過早就吃墨魚粥 所以然後她就 自己在開早餐店的時候 她就會想要 早餐店比較不一樣 而且她也喜歡 早上吃熱熱的東西 然後她想說 可是吃墨魚粥 這是台南的特色 那乾脆把鍋燒麵 她也喜歡吃鍋燒麵 然後就放到 自己家裡的早餐店 對 鍋燒麵的發育 是從台南來的 就是台南那時候就有 可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 你要追跟究竟 到底是台南高雄 就台南以南 很多鍋燒麵 對 很多鍋燒麵 可是高雄的早餐 要有鍋燒麵 你看是真的沒有 對 但現在差不多的 高雄就是早餐 都會有鍋燒麵 但有時候台灣人就這樣子嘛 就是你早餐起來的時候 你就喜歡喝一點湯湯水水 對 喝一點飽足感 又豐盛 誰會知道 就一碗鍋燒麵 對不對 促成一段良緣 真的耶 對不對 好浪漫喔 鋼山的羊肉肉 但是聽說 鋼山沒有產羊肉 鋼山沒有羊肉 個人是不相信的 但是他們是這麼講 鋼山沒有羊肉 所以鋼山羊肉這麼有名 那羊肉從哪裡來 這就是有趣的地方 難道真的沒有羊肉嗎 走 找羊去 是 豆瓣醬 豆瓣醬 辣豆瓣醬 胡瓜什麼 辣豆瓣醬 對不對 豆瓣醬 所以確定一件事情 我們在超市常常會看到 鋼山的豆瓣醬 對不對 是啊 張大哥你好 我問你一件事 鋼山有沒有產羊 鋼山一般來講 沒有產羊 你要確定 這播出去 你要負責 確定 但是它有一個交易點 是在鋼山 不會 交易點 就是那種 牧羊人會帶的羊群 就是市集 你知道嗎 它有所謂的屠宰場也好 或是一個市集交易場 那因為究竟 對不對 再配上鋼山這邊的豆瓣醬 自然而然羊乳就出來了 對 那為什麼會選在鋼山這邊交易 那以前鋼山那邊有一個牛須 牛肌 對 牛肌 就是說 我們這個 鹿竹過來 還有比較偏遠地 現在也有 現在有 現在我們改為 兩百年的 鹿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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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才結束而已 三位 二三 可是現在 它不定時也是會有 沒有 鹿咖啡就沒有了 它在鋼山這個 鹿咖啡還有 鹿咖啡一年還三年 這樣嗎 一三次 聽說你要煮一道菜 給我們試試看就好 當然了 好 來 這個味道一直希望你能夠品嘗看看 來 我們就試試看它豆瓣醬怎麼做 你這個是黃豆對不對 是 有人豆瓣醬是用蠶豆 也有蠶豆醬 那我們這邊用的是黃豆 對 我就把 因為怎麼樣 因為現在那個蠶豆真的滿多的 所以說我們 大家就全部開會 我們就把這個蠶豆給拿掉了 所以本來是有蠶豆在裡面 以便大家都可以吃得到 那鋼山我們養有市集對不對 對 跟豆瓣醬什麼關係 少了豆瓣醬就少一味了 我知道 可是為什麼只有鋼山有豆瓣醬 為什麼有 那時候三十幾年的時候 不是 就是大陸的老伯伯他們都過來嗎 對 剛好我們那個村 全都是四川人 當時的四川留下來 對 那您也知道 是皮縣 對 豆瓣醬 所以說等於這家家戶 其實他們都可以做豆瓣醬 對 它很有趣就是 如果說你說韓國 他家家戶都會做泡菜 但是四川人家家戶在早期 都會做自己的豆瓣醬 或是在日本 家家戶會做自己的味噌 對 不像說現在一定是工廠做 對不對 所以在那個時候這個 做豆瓣醬的這個方式就留下來 對 可是這樣子過後 要怎麼變成豆瓣醬 這個等一下我們就要下缸 對 這個等一下要試試看 要抽抽看 好不好 你看這邊是不是很簡單 它有一片一片的 沒有關係 你也都不用這樣 你就是把它拿起來以後 那你呢 你看 它長毛了 它又長毛 這個就是它的菌 OK 對 它的菌 然後呢 你要把它搓散 要把它 就是 揉開 試試看 溫柔一點 溫柔一點 可是它真的摸起來不是熱的 當然不會 第二天 第三天 對 第七天 今天可以下缸 有一點濕濕的感覺 這個黃豆 它要沒得好 其實你這樣子有沒有 你去聞它 它是會有一個很清 清香的那個清甜豆香 對 有 有 你看 它是會有那個清香味 那這個味道OK了 再可以 對 這個豆子 就非常好非常的好吃 你要確定一個 就是一定要先把它剝開 因為沒有剝開 待會兒叫到 到缸裡面去的時候 它會發酵不完全 這個我特別把它下一缸 然後等到它 180天過後 再打個電話給 給你們 你們可以來吃了 可以來裝 裝瓶子可以來吃了 已經掉了吧 你看看我們現在 下去是不是粉塵 就贏了 對 為什麼 因為就是我們就是靠它 這個螺搓的這種效果 把它搓下 對 把這個菌 把這個菌把它整個 菌絲把它弄掉 對 弄掉了 你看現在是不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粉塵的 對 所以你剛剛開始的這個 剛才開始的時候 你看 因為菌菜有 可以菌菜有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你剛剛呢 你剛剛你就是在前 上面這樣而已 上面這樣而已 不行 你下面要把它剝起來 這樣弄 它的菌絲 好 看是不是差很多 真的耶 是不是差很多 接下來就要把它放進來 對 接下來就要把它放進來 你現在做的是不辣的豆瓣醬 對 對不對 豆瓣醬都是先從不辣的豆瓣醬 開始做 然後就再跟辣醬 做到然後到時候再 跟120天的辣椒再結合 它就辣豆瓣醬 各自做好再放在一起 它在這麼炎熱的地方 在外面曝曬 比較涼的地方 這個就很差 時間不同對不對 沒有 不只時間不同 味道也更不同 因為它就是要靠這種 陽光日照 對 剛剛 剛剛的陽光太美了 太豔麗了 太棒了 是嗎 可是剛剛你不是這樣講 剛剛你說曬的臉都紅 對 所以是需要日曬 其實一樣 你回歸到四川 四川的豆瓣醬的肚香 它每次就這樣 對不對 對 它就讓它自然發酵 自然發酵的當中的話 它就完全是不一樣 它需要多久時間 需要180天 我們接下來的豆 你看它這個顏色就是不大一樣 這是 這是叫做八角水 八角 有帶鹽巴嗎 對 有帶鹽巴 八角水的鹽水 剛上豆瓣醬會好吃 一日曬 也是這樣 發酵 第二個就是在前置作業這個鹽水 鹽水 然後有放個八角 這個祕密 怎麼我講出來了 你講出來了 你放心 它不是只有放八角 一定還放比它鹽水 放鹽水也是 比例上來說 是讓它不要過度發酵 乾山的豆瓣醬 以往往大概都18度 20度 都太鹹了 都太鹹了 但是我們剛剛好 就是在前置作業 這一這個前置作業 我們已經降臉了 但是重點就是 每天就是要來攪醬 你不能讓它 你不能馬虎的說 我就不攪了 我今天攪 我明天不攪 對 尤其是這等一下 我會開一個那個 剛剛下鋼的 好攪的 你看看 好攪的 你越來越難攪 來 1 2 3 但這也是每天攪 要每天攪 對 豆瓣醬是由各種 維生物相互作用 量造發酵出來的調味料 需要透過人工 一天兩次的攪醬工程 在清晨跟傍晚的兩個時段 用攪醬木除 以划醇的姿勢 翻攪醬缸 讓豆瓣和醬料 充分混合均勻 要連續攪上180天 才能夠獲得最自然乾醇的 芬芳氣味豆瓣醬 這是兩棉的 這個 這個香氣 這個就是 吃防醬油 這個就是一般是海底油 對 這個我們要吃醬油的時候 我們就去把它瓦一個洞 就像那個瓦一個洞 今天吃好瓦一個洞 明天就弄小湯出來 咬一下 這有夠讚 謝謝 你去看看 張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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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濃 很香吧 這是真的濃 它會回甘 它有豆香味是舒服的 完全沒有任何的加工 這是最純粹的醬油 而且它不鹹 它沒有鹹到也受不了 然後它會在那個醬油 會在嘴巴裡面一直停著 它不一下就沒人 剛剛入口的時候是滿鹹的 當然 但它很快就會晒掉回甘 因為它是醬油 它是湯 醬油一定要鐵鹹 對不對 但你看它現在嘴巴裡面 那個回甘 它也沒有加糖 對 因為我們一般外面市售 都已經有甜 調味過 姐姐 你今天要做的是什麼料理 做的 四川最好吃的 豆瓣魚 豆瓣魚嗎 對 好 那這邊 我要做出四川最好吃的 水煮魚 完蛋 在台灣的四川料理 那你在摩斯面前做菜 會不會很緊張 好 有耶 有緊張耶 怎麼樣 太怪了 他這樣講有沒有話你緊張 我也是緊張 魚湯先熬出來 這個也要做 先煉湯 是讓煉湯用的 對 先煉湯 快到了 好慢耶 這是台灣雕 這是台灣雕 煎 雙面把它煎 把它煎 煎黃了 等一下我們就要過來 來做豆瓣魚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小鳳姐妳的豆瓣魚 會放一點點豬絞肉嗎 豬絞肉 對 對 沒有 一般有時候我們會為了要讓它切住 再拉伸一點點豬絞肉 這樣煉那個豆瓣的時候 會再加 那我要吃吃飯 對啊 剛剛我是大哥 對 叫大哥什麼話說 對啊 下次妳要叫我大哥 麻煩給我個軟墊在這邊 對 會不會傷到膝蓋 好 好 好 不要換鍊了嗎 不要換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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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在煎 人家緊張 而且它用鐵鍋 鐵鍋鮮魚 鮮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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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用的魚是一樣的嗎 一樣 一樣 可是我把它剪 就是切開來 好 有耶 白色味感覺就完了 有 好 我要起來了 好 起來 妳要起來了 妳要去哪兒 我這邊已經把湯煎弄出來 現在我要炒豆芽菜 炒豆芽菜 對 那一般也是會用黃豆芽 我這邊沒有 我這邊就用一般的綠豆芽 所以我就把它放開 好 好 加辣椒 把剛用的魚湯 倒成大魚 放進去 現在先舀兩條的糖下去 好 這樣 這樣我們的糖已經融化了對不對 好 這樣融化了 豆瓣醬 你用的是油味的嗎 沒有 我用的是辣豆瓣醬 辣豆瓣醬 好 兩條 要拿兩條蒜 炒香 好 接下來呢 我們的蒜 下去 辣椒 讓它滾一下 這樣子讓它滾一下 等一下我們就來 就來把魚放下去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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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攝影師會拍到一些 一家團員的畫面 出發囉 好香喔 蔥 薑 蒜 然後薑 八角 對 然後還有乾炒 這個時候豆瓣醬進去 它就會變酥 沒有啦 現在兩大 它就會變酥 它就會變酥 那一定要把它炒一下 豆瓣醬一定要炒香 你用炒香味 一般人就是豆瓣醬 台灣的習慣只是把它加進去 好香喔 但是你現在聞它現在上去 好香喔 豆瓣醬基本上是提鮮 提它們提 辣不實在 你可以用乾辣椒或幹嘛加進去 這是我們的辣豆瓣醬下去 好喔 就是這個味道 然後你也沒有加鹽 不加鹽 你剛剛只加了一點糖 唯一的糖這個 胡椒 這樣就讓它是紅燒了 好 太好了 那你在燒的時候會翻 我好了 拉好 我也差不多要好了 好 這個很快 好 我也好了 好 不辣的水煮魚好了 好 汗不浪湯兩道 對不對 變六道 這邊是巨寶盆 對 無限繁衍 來 這個是奶奶的奶奶煮出來的 對 奶奶的奶奶 現在也是奶奶 奶奶的奶奶 這道菜真的就是非常 懷念的這一道菜 這實在滿妙的 因為你看 每次我們在做菜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用到很多的食材 對不對 那我們有時候會說 這個魚是我釣的 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醬油炒 醬油是我做的 這是不一樣的 豆瓣醬是我做的 每天拿 然後做出一個豆瓣醬 對 魚 什麼樣魚都沒關係 重點是 沒有這個豆瓣醬 就不叫豆瓣 對不對 豆瓣醬下去就加分了 這個魚的靈魂 好吃 好吃 可以 好想來一碗白飯喔 白飯耶 不用啦... 不要在這邊隨便講 不能隨便許願耶 整鍋子 好夠味 加姆斯大哥怎麼樣 口味這樣等一下耶 有入味 然後你說魚肉到真的入味嗎 其實說真的 不太烤 對不對 但是它的豆瓣醬的鮮度夠 魚的... 魚肉它在煎完之後 它那個魚油 再用這些醬汁弄出來 再跟蔥 對 蔥魚的味道 整個在魚外面表演 你又弄了一點點的醬汁 剛剛好 姐姐後來就是 在沒有拍的時候 又偷偷加了 兩匙的蒜蓉醬 蒜蓉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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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弊是以為 好不好 非常的可取 對 因為在料理桌上 只要你可以 讓這東西變得好吃 你加什麼都沒關係 對不對 好 接下來這個 來 這個骨頭都去掉了 我覺得我今天好幸福喔 好幸福... 你看 太幸福了 讚 太棒了 它就是 不用挑魚吃 是最棒的一件事 怎麼我會加兩根吃出來 真的假的 你看 就你剛剛那個魚 裡面的魚是 太多了 對 跑到我這邊來 我就炸炸了 其實這個辣度也還滿不錯 一點點 平易近人 而且吃辣喔 所以愉快的事情就是 天氣炎熱的時候 吃一吃辣 然後留點看 然後你的那個毛骨就張開 風一吹來 就覺得特別涼快 如果當然你真不能吃辣 可以試著學學看 如果真不行 當然也不勉強 但你如果喜歡吃辣的 總共真的建議 在日震當中有沒有 也不用吃那樣 熱的時候 吃一點辣 讓自己留一點汗 毛骨張開 你的那個屬性就消了 好好吃喔 好不好 接著來一個真正消暑的 山蜀亞二代的我們 夏天吃冰衣是再自然不過的 但台灣的冰品白白種 你最喜歡吃哪一種呢 1970年代 雪花病在高雄橫空出世 結合了剉冰跟冰型的牛奶香氣 到底這樣有些的雙重口感 是怎麼發明出來的呢 你好 請問 哈囉 哈囉 請問你是高雲丸嗎 不是 這個不是你嗎 這是我 這是...對嘛 這是他嘛 對 這是我 為什麼 因為天下雜誌有開 但是這個是 可是他下面寫高雲丸 63歲 妳看我其實年紀是63年 對 是放那個年輕版的高雲丸 高雲丸是妳的 我的媽媽 媽媽 那今天媽媽不在 有 媽媽在 對不對 對 所以妳們家 我們是台灣第一個雪花冰 然後也是第一個做外銷出口 外...雪花冰怎麼外銷出口 冷凍冰磚走冷凍貨櫃 對 所以我們第一站是到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最熱 重點是因為 台灣街頭巷尾都吃得到的雪花冰 妳媽媽發明的 對 但是雪花冰我小時候就吃過了 因為妳... 妳年紀也... 對 小時候是多小 她說得很對 對 那我們這邊可以吃到什麼 我們這邊可以吃到牛奶 第一支創始的冰 就那個 還有呢 花生第二支 第二支創 對 但是要巧克力嗎 當然可以 我的天啊 雪花冰來了 我是好奇 為什麼湯汁這麼小 因為要讓你纏一口 再用你嘴巴去 講就好不要動作 因為怕 前陣子快篩做得多了 纏一口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人他會這樣子 纏一纏 對 可是我們想要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我懂 我不會纏耶 妳希望 因為很多人會纏 要保留他的那個 不是 很多人吃刷冰的時候 會先這樣 刷冰 我可以理解 台灣的人習慣 但是雪花冰有人也會這樣子 雪花冰的口感是我很喜歡的 對 但我沒有想到原來發明雪花冰的人 是台灣 是台灣人 台灣人 全世界 第一個雪花冰 我是我們國家第一個有雪花冰的 對 天啊 這太酷了吧 很酷 在早期啊 只有刷冰 跟雪糕 這兩種東西 刷冰是這樣刷嘛 那可是刷冰它有一個很深冷的感覺 那雪糕它很綿密 我媽媽就想說它要結合有刷冰的感覺 又有雪糕綿密的口感 它就因為這樣子濕了非常非常多的原料 因為雪花冰是我們先做出來的 所以我們雪花冰有去做一個專利申請 所以在那一個階段 他們是不可以用雪花冰這三個字去做註冊 那大家就很想要什麼 雪花冰 雪綿冰 綿綿冰 為了不要跟雪花冰 所以綿綿冰跟它是一樣的 幾乎 在之後他們就創這個名字出來 原來 可是我覺得這個口感不太一樣 它真的很輕 因為有一些其他的雪花冰 它會還是有那種比較厚實的感覺 比例問題 對 要不要再來一看 我就等花生啊 好啊 我就等它喝一個 上啦 先吃荔枝好了 因為這幾個荔枝比較淡 可以 對不對 你沒有搶 有啦 在搶在搶 哇 糾察盾 真的 好適合夏天喔 妳有 黑葉跟玉盒包對不對 差不多嘛對不對 玉盒包稍微多一點對不對 多一些些 要它的香氣啊 對 哇 花生真的很假 花生真的是台灣第一名 我們是用雲林北港九號花生 這個品種 哇 因為我媽媽是 他們是在雲林虎尾出生的啊 那就應該用雲林的吧 對啊 對 它這個融從外面開始融 可是裡面還是有一絲一絲的雪花感 對 不小心掉了褲子 妳剪起來是還在一起 褲子還沒洗 真的喔 真的啊 我剛剛掉下去我突然抓起來 就這樣這樣 就跟雪一樣 你有看到嗎 對不對 好像雪拿起來這樣 褲子還沒有濕掉 很乾 厲害 我台灣我驕傲 謝謝 對不對 然後銷到這麼多的地方 媽媽當初做這個 因為愛吃所以慢慢去研究研發 對不對 然後研發出自己的商品出來 對 那雪花Viu陸續也就往外走 希望台灣有更多更多的好的東西 可以立足台灣放逢全世界 讓大家感受到我們台灣的創意 好 對不對 網路上大家都在講啦 蚵仔寮它是沒有蚵仔的 那為什麼叫蚵仔寮 對啊 就要比有人講 溫州大混沌 你去溫州是吃不到大混沌 真的 真的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搞清楚蚵仔寮 牠是不是真的沒有蚵仔 還是其實大家不知道 搞不好人家從下面拿出來 有啦 對不對 這是沒有對外麥 自己吃的 出發囉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搞清楚蚵仔寮 牠是不是真的沒有蚵仔 還是其實大家不知道 搞不好人家從下面拿出來 有啦 對不對 這是沒有對外麥 自己吃的 是不是 這時候總幹事就應該要請 來 總幹事 你好 你好 哈囉 張老師好 你好 那蚵仔寮裡面 大家都在講沒有蚵仔 是真的沒有蚵仔嗎 我們大概在200多年前 是真的有養蚵 因為後來是因為整個日據時代的 左雲軍港的屁建 然後又加上整個我們的水紋的改變 然後所以後來慢慢的這些 蚵架 就沒了 變成是說 必須把這些原本居住在那個 點寶溪以南的這些居民給趕走 所以變成 趕走 為什麼要趕走 因為左雲軍港要屁建 那以前徵收 徵收就是你就必須離開 然後蚵仔要聊就沒有蚵仔 對 就所以 你不是說那些蚵仔是原本的居民 對 在養的 對 他們有搭那個棚架 在整個點寶溪的出海口 在養蚵 對 好 太好了 現在真相帶了一個白 200年前是有的 現在已經沒有蚵仔了 好 這一期到此 段落 結束了 拜拜 什麼 還沒 那蚵仔聊有別的吧 對 我們還有什麼 我們有最新鮮的現撈漁獲 有漁獲 對 最新鮮的現撈漁獲 但你說主營軍港 那你漁獲從哪裡 漁獲從我們的蚵仔聊漁港 蚵仔聊 蚵仔聊 鼻酸變成蚵仔聊漁港 是 好啦 哪有那麼鼻酸 它就是有一個軍港 跟一個蚵仔聊漁港 可是你知道 就好像 對不對 我們說我們會去 Alby的家 就去 Alby已經不在了 可以在叫Alby的家 這不是很鼻酸嗎 我的蚵居嗎 對 是像這樣 我還在 我還蚵仔 對 好 我們去看一下蚵仔的蚵居 你說那個方向對不對 對 往那個方向 是 所以現在是 漁船起來了 就在漁船裡的家 它大概分類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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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蚵仔 對 對 一人一人到這邊 就真正 上市場 那等於是 這裡 漁船到這邊 把漁獲放上來 這邊分工 然後放到一樓一樓 不一樣 然後放在那邊 可是你看 男子有綠色 有紫色 有黃色 很有道理的意思嗎 有 每個漁船都不一樣 漁船不一樣 對 我是綠色的 你是紅色的 對 開賣才可以亂掉 所以 所以現在都是綠色 對 同一艘船下來 男子不一樣 男子不一樣 男子不一樣嗎 沒有一艘 靠在那一艘 船老闆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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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每一個這樣 現場 現在分完了 現在等下一條船再進 對 我們去船 我們轉圈船 對 我們分類 所以最多在裡面 流通的漁船 然後轉圈船就是五條 然後轉圈船在裡面 不是 螺絲 螺絲那個同型色有五種 對啊 五種的三四四 三四四 可是在 那三四四四 顏色怎麼分 當天出去 五個船 五個船 對啊 可是你是用完之後 才一直在進來 你再換一船再上來 你的藝術有一種顏色 不是嗎 對 沒有 它就是一直不斷的器換掉 像流水平牙 它是用旋轉軸式的概念 對 時間到了 它再放下去 對 類似香港 你們這邊標紙也是一樣 用寫的還是用幣的 還是用幣的 用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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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有傳票 對 你這有傳票 我們開賣觀點 下面的 對 只要你們 訂標的時候 要走去嗎 要走去嗎 要走 你如果買就這樣 對 價錢就這麼高 對 你也沒有人家 他們在捏什麼 我永遠聽不懂 對啊 它捏很快 所以我每次只要我要標紙 那時候 不怕我手的時候 橘才沒有放這樣 我就是要它 可是也沒有人家 你看它現在這樣 這樣 對不對 其實它現在要判斷 對 讓它開始聚集起來 開始這樣 現在畫 這個是 你記得嗎 現在這個 白昌圓 白昌 重新唱 重新唱的 請當個貨 他們有時候他們真的是 看重來 可是他們不會講 當然 所以 如果有別人比他 還更高 他還可以 我也不會 不競爭 對啊 價格可以 他有時間要寫的時候 就是你這個家 沒有什麼 不要動 不要動 他就把你的 三號寫上 對 他要當天的 像這個 這個啊 是現代我進來的 對 如果說我買了之後 我是比較遠 然後我要有冰塊 要幹嘛 你們有提供冰塊嗎 我們這邊 這邊有個針賣 有賣冰塊 也有 還有 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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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海部 好 那這個的話 一般外面的人可以來 不能進來 不能進 怎麼辦 他們只會吃了 我們的公共市場 這邊是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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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的觀光客不能進 所以他也不滿民眾 還要這樣 沒有 但是規定是 觀光客是不能進 對 規定是不能進 那可以是嗎 畢竟他們 因為這個場地 失望 危險的事情 對啊 雖然一般民眾 無法經營漁市拍賣現場 但仍然可以參觀拍賣的過程 或是到隔壁的觀光漁市 進行挑選當季最新鮮的漁獲 而漁市場有著還有一個特別之處 漁船和漁市場裡使用的保鮮冰塊 統統都是從製冰場裡製造出來的 走吧 我們去看看 具有肉機的冰 所以這個地方什麼地方 這是我們漁畫的製冰場 製冰場 那我問妳製冰場 冰塊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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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在冷凍布裡嗎 冷凍布在哪裡 冷凍布在哪裡 在哪裡 冷凍布 這裡 在這邊製冰 在這邊製冰 在我們腳下 對 所以我們腳下製冰塊對不對 對,每天腳都是滿滿的製冰塊 所以釣冰狗 釣冰 對 來,準備來看一下怎麼釣上 這就是冰塊 它是很長耶 這很長啊 它這樣子是你猜猜看 它這樣一吃這樣子 它大概很重 重量 妳這問得很好啊 重量 它很重 你覺得 我猜它有80公斤 我覺得不行 我覺得不行 不行啊 對 我記得312公斤 312公斤 你們兩個真重 150公斤 差不多接近了 300 150 我贏了 我比他更近 他贏了 沒有錯 沒有錯 100%公斤 這個怎麼拿出來 我們現在要開始 我們下面怎樣 輕鬆 我們現在先拿 要輕輕 好 好 我們現在應該可以 我們現在好 那個就要從前進 要放進那個水裡 對不對 對 它就會溶 我們就不會抽出來了 好 它要放進去多久 一 大概就久 大概 它已經浮起來了 它應該也浮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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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會浮起來了 好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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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像那個雞皮一樣 這樣浮起來 它只要全都會浮起來 然後接下來這個冰塊要怎麼辦 就是它會進去這邊 然後等一下我擔心一下 這邊還有嗎 好可愛 我看 它現在這樣 這樣會下來 這樣會很難 這樣會很難 好可愛 這樣會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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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昨天下來的時候 剛剛欣慧講一句話 讓我有點正經到 你說是哪一句話 我剛剛 妳說哪一句 對 他剛剛說 你們要躺躺看嗎 對 像我們躺在冰塊一樣 我剛才是農女嗎 想談冰 對 場空床 想說你們要躺躺看 是人整個天 一定會躺在冰塊上面 先不擠 我們先不要 先不擠 這種東西沒有說先躺看看 以後適應 沒有這種問題 但是你至少會躺上去 今天就先不要 接下來要幹嘛 要把它拖到那邊去嗎 對 我們等一下請 讓我教你們一個技巧 然後拖拖看 不是 真的 沒辦法 沒辦法 再一次 再一次 專業的來 妳不要漏掉 不要漏掉 讓你躺在那裡 然後 然後經過那邊把冰塊拿去 那也不管弄個冰塊 妳搞得跟遛狗一樣幹什麼 它的絕道主動用 對 露雙飛 很棒 這已經是黃金獵犬 對 這黃金獵犬 我來蓋妳 然後蓋一個不一樣犬 我來蓋妳 要左晃右晃 左晃右晃 這一隻就這樣 這一隻 左晃右晃 對 然後 左晃 要晃左晃 哈囉 往那邊拉過去再拉回來 不是你人動 你這手弄 你人動幹嘛 章魚喔 這件事情 我們都當成沒看到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要把它推下去了 對不對 我們要推到我們的滑冰道 好 然後過去 退一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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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個冰塊這樣過去 怎麼樣 對 我那個冰塊滑下去 它腳好可愛 對啊 而且它手會這樣 進去 進去 我現在撞到了 機會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的 海水綿綿冰 海水綿綿冰 對 綿綿冰不是會加一點料嗎 因為 因為它是吃的綿綿冰 我們這是要供給漁獲食 你哥哥是海水綿冰 都供綿綿冰 我滿腦袋就是要來吃冰的 海水綿冰是可以吃的 不是 好 出發囉 綿綿冰不是會加一點料嗎 因為 因為它是吃的綿綿冰 我們這是要供給漁獲食 你哥哥是海水綿冰 都供綿綿冰 我滿腦袋就是要來吃冰的 海水綿冰是可以吃的 不是 這要幹嘛 這個就是主要是要這個 因為它顆粒比較細 你看摸摸看 它是在冰漁獲的 有沒有冰 它是冰沙耶 很冰 很像冰沙這樣子 好冰 太冰了 有沒有冰 你看它那個觸感很好玩耶 有 有沒有叫純海水 它有一點水嗎 它是純海水 所以它怎麼沒有那麼鹹 鹹 你不要那麼鹹嗎 沒有那麼鹹 你這個一般是拿來幹嘛 就是主要是就是冰漁獲的 怎麼樣 因為它會 你看那個 因為它是在海水綠 對 因為它其實它的冰 它的冰很細緻 超細的 對 所以在冰 那些水甘品魚類的東西 它的 因為顆粒分子 它不會刮傷它嗎 對 然後也會 保存的心度也會比較佳 也該肚子餓了 雖然說不是一大早 中間也是該吃的 好不好 我先去找看有沒有什麼漁獲 妳帶我去混場 妳知道了吧 等吃 好 今天就用這魚來做一個炸魚 那醬汁的部分不是走橫英式炸魚的醬 有點塔塔醬的感覺 但它不完全是 這是檸檬汁 然後我把美乃汁放進來 然後這邊有優格 然後鹽 這個醬汁是我當時在匈牙利一個船上 對 我還滿喜歡的 它味道要調整就是 一般是用水煮蛋 但我這邊就沒有用水煮蛋 這個放進來就有點 而且也是像塔塔醬的 所以現在把它破圓 裡面就是 香菜 辣蒜 辣椒 羊肉 這個要拿來炸魚的部分 這邊 這個醬超好吃的 就是一般炸魚的醬 我可以直接吃這個醬 就沾一些像你們小黃瓜之類的 可以 可以 來 中筋麵粉 太白粉 你也可以用玉米粉 來個薑黃粉 然後黑胡椒 白胡椒 咖哩粉 澱粉 澱粉 我相信它水好酷喔 你很常這樣做嗎 當然 真的喔 我們家過年的時候 年糕也是這樣的 來 油 這樣的話 它比較容易把它打完圓 顆粒狀 這是麵衣 然後我們這邊來灑鹽胡椒 讓它有點味道進來 一拋起來就翻了嗎 讓它確定它外面的殼是已經硬了 出發囉 好 可以翻 它有點黏住無所謂 對 因為待會兒它應該就會分開了 對 我現在台灣有賣一個叫酥炸粉 很多會用那個酥炸粉 也行 但我因為我比較習慣是整個都自己調 才知道裡面我加了些什麼東西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做決定 它的秘訣就是 其實就是那個氣泡水加下去 那一般是用啤酒 對 那我沒有用啤酒 因為現在坊間氣泡水很方便 所以我就直接用氣泡水 那你如果另外一個是 你要讓它更脆爽 還有一個小訣竅 就是你可以把冰塊放在裡面 在麵漿裡面 那冰塊裡面的溫度 會讓那個麵漿的蛋白質再收縮 所以它下去炸的時候 它的那個脆爽度就會更好 好啦 現在把溫度拉高 接下來就要搶出了 魚的話你不要 你是要在裡面一直炸到你要的程度 因為 因為太老了 一個是太老 就是放在這邊是它自己在用熱度 讓它自己倒熱 對 沒有 可以這麼做 然後把溫度拉高 現在是讓它外面酥脆 然後溫度拉高另外一個好處 是可以把油逼出來 好了 開心 好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比較簡單的 只把魚炸一炸 因為事先工作如果我準備好了 其實這是很快的 來 走開去吃吃看 好 就直接拿起來對不對 是 然後就不要客氣的往裡面 這麼一桶有沒有 拿來 這樣 這個魚的肉質好新鮮喔 好吃 好吃嗎 肉很熱 新鮮魚就是新鮮魚 滿有新鮮的喔 而且它的嫩 不會不太希望說炸的時候 外面那個脆的部分 太酷也太脆 可是 本來會有點酥酥這樣 然後吃起來這樣很舒服 其實是很偏向 英國不是有那個 Chip and chips Chip and chips 就英式炸魚 它其實這個做法 有點類似這樣 就吃魚啦 我個人覺得 不是在吹捧 但我們吃魚的文化 是 絕對是全世界第三名 絕對全三名 因為我們這邊有最新鮮的那個 魚貨 對啊 而且我們的魚貨多樣性 是非常多的 這個真的是會一口接一口 對啊 很清爽 對 不以後你湯汁都鎖在裡面 因為魚好 可是我們今天就要吃魚好 好不好 今天這個蚵仔鳥在這邊 其實滿特別的 原來蚵仔鳥 沒有蚵 沒有啦 但很久以前是有的 不用擔心 好不好 未來會不會有 不知道 但是它的魚貨 而且一個乾淨舒服的魚市場 也會讓它覺得 我可以來看看 甚至觀光呢 一個觀光小景點 就像日本的住地一樣 是很好啦 好 大家有事沒事多走走啊 如果您也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詹姆士出走料理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訂閱小鈴鐺 接收影片最新的通知喔 感謝您 謝謝 也許 謝謝 謝謝 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不要再拍一段時間 工作室 你 找回家 有趣 我們去找晚餐 我們來找我們